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对阵武汉安心版本刘诗文 那盛丹丹呢也是一名国这个国家队的老运动员了 那他在今年的拼超联赛当中 在前几轮的表现都非常的突突 尤其在上一轮比赛当中呢 盛丹丹是读取两分 加油 加油 刘诗文是这个历届拼超联赛的一名 也可以说是福将吧 因为可以说得刘诗文任何天下 那么他在历届拼超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他在今年的刘诗文目前是 以十二胜三负的成绩 在个人战绩的排行榜排行榜的排名是第二名 在赛前呢 我们也是采访到北京首钢的主角力 盐永国 那么他也表示 今年的拼超联赛主要还是以锻炼新人为主 那么在丁宁的带领之下 像这个圣丹丹啊 也是有了很大的这个提高 目的呢 也是希望 北京的也是希望 通过拼超啊 以及其他一系列的赛事的培养 那么 把这个本土的运动员 利用这么好的机会 让他们得到对大的锻炼 第一级的比赛 那双方呢 还是相对有一些紧张 那么也是有一个试探的过程 那目前刘世文是五比三旅行 加油 加油 刘世文 可以看到在比赛的前半程 刘世文的这个比赛状态进入的非常的快 那么他在发球接发球整个的控制环节 还是非常严厉的 刘世文作为一名老将 也是经历了无数的大赛的洗礼磨练 尤其是在今年5月奥运会之后 刘世文的整个个人的状态 包括他打球的整个的感觉是越来越成熟 刘世文的技术特点 其实大家都比较了解 他主要是以在近台中近台为主 通过他的速度以及出色的落点变化 对他最大的一个沙头组 那么其实从刘世文的整个的身体谈动来看 他的身高还是有一定的欠缺的 包括他整个的这个绝对的力量 也不如个别的运动员那么大 但是他的速度这个优势比较明显 而且正反手的转换是非常的流畅的 所以在女子选手当中 他的这种技术特点还是相当的突出 而且具有相当的杀伤力 胜丹丹这名选手也是 他的相持能力是非常的好的 正反手的摆速非常不错 但是他的这个正手杀伤力 目前还是比较薄弱 我们看到现在盛丹丹的比赛状态 也逐步的体现出来 那么在女子这个选手的对抗当中 尤其是高水平的选手 还是要看谁能够积极主动 抢先上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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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到北京首钢体育馆的球迷观众 非常的多 尤其是刘诗文的这个粉丝团 也是从全国过地赶到北京来观看比赛 加油 这一分盛丹丹的这个拉球应该说上手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即便是他这个拉球的质量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但是在关键分的时候 这一分盛丹丹的这个拉球应该说上手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谁能够抢先上手 能够积极主动 那么就会抢先获得得分的机会 那我们看到在刘诗文的这一轮刷球 盛丹丹都是抢先上手 非常积极 连打2分 目前是10比8领先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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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多板的相直 那么盛登丹还是扛住了这种刘士文的进台摆速的压力 以11比9打下第一局 每个人都在这里 一二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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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二 谢谢大家 今天盛丹丹的这个整个场上的表现还是非常的凶的 在跟刘诗文这个在多版的相持过程当中呢 是能在每一档球尔就尽量提高了这个指望 尤其是正手的反拉呀 这种反带力量比较大 那对刘诗文来说 尽量要在前三版首先获得主动 然后去压制对方 如果真正展开常天的相持的话 那么由于他的护台面积相对小一些 他可能在多版相当中会有一个被动的局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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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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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赫 处理的不是特别合理 那我们看刘士文打球的时候他的技术动作非常的小 无论正手反手 基本上刘士文打球的时候他的技术动作非常的小 都是以这个自身的爆发力去击球 这样击球的优势是出手非常的突然 包括他线路的变化非常的突然 也可以看出刘士文这个手上的功夫还是比较深的 爆发力很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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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之前也是在跟刘士文搜一下聊天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比较幽默的运动员 有时候我们说你这个打法怎么能跟力量比较大的选手抗衡呢 他也开玩笑 他说我就是属于这个进台葫芦娃型的 然后趴在台子上两边葫芦 能葫芦哪儿去葫芦哪儿去 所以他也是比较幽默的 那实际上这种葫芦一般的专业行动员来说都很难做 因为孔德斯文的身高不高 对于他来说部台面积相对比较小 如果说涉及到对方钓他两个大脚这种情况的话 对刘士文来说还是比较有压力的 所以刘士文的这种快葫芦一定是建立在他日记月累的刻苦训练的基础上 步伐非常的出色非常的好 而且在进台击球本身呢风险的比较大 难度比较高 因为投线比较短 需要手上每一半球都要进行控制和调节 第二局刘士文是以8比5暂时领先 漂亮 盛丹丹这个发球啊套路非常的明确 非常明确 首先发短球啊 让刘士文这个在控制当中出现的机会 主动上手两个大脚拉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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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今天在这个优酷平台的聊天室里边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穷迷朋友 为刘士文和盛丹丹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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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款相持啊 相当的这个发挥是非常出色 不着急 站位稍微往后调一调 然后把这个球的节奏啊 放慢一些 而且拉球的力量 有一个轻重的调节 那刘叔叔在借力的时候 可能是借不上力啊 出现一些机会球 那么胜蛋蛋抓住这个机会 再去啊进行这个发力 为自己创造了这个得分的机会 那第二局 刘世文是10比8 然后开始 好 好 今天觀眾朋友來參加我們再次提醒一會 在BW中請不要使用閃光燈拍照 來賞金環境激進狀態 在一位中央大學區的警方全在場的安靜 掌握我們朋友的加油時間 來 現在請問你們加油時間 加油 手動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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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今天的比賽呢 現場的氣氛是非常的火爆 我們看到因為北京手剛剛是主場 來了很多叮嚀的球迷以及北京隊的球迷 第三季比賽 我們看到如詩文 還是希望通過前三板提高質量去壓制上登單 那麼在後續的相飼當中呢 希望能佔據主動 那麼第三季的開局 我們也看到松南山在戰錄上有了一些變化 從整個相飼球當中的落點變化加強了一些 正反手的大腳掉的比較開 而且今天的圣诞丹的战术呢 也有了也有这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发球发长球的现象非常的多 那么在前三板就转为上拳球的相持 我们也看到圣诞丹在发球之后 这个发力的反思质量是非常的高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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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猿猿 小猿猿 加油 小猿猿 现在比分2比3刘世文落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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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今天圣户单在这个揭发球环节的处理还是非常到位的 像一般揭发球呢我们经常采用的技术也就是有两种 对于游戏对于这种不出台的球 第一种是白准 第二种是批长 他们业余选手啊 经常就是在白准的方法当中呢由于技术不到位 容易摆出这种半出台球或者是出台的长球 那么很容易给对方 制造这种进攻的机会 那么专业选手在白准的时候啊 手感还是比较多的啊 他并不是说轻易的我简厉去碰这个 往往是在接触球的一瞬间 手腕和手指有一个小的爆发力 把这球摩擦住 从而控短 那么在这项技术的训练当中呢 专业选手啊尤其是在这个手指发力的 这种体验上 应该说用的有点像我们武侠小说当中的这种内力 去把球控制住 稳住 那么业选手如果说想练习这个白准技术呢 可以先发力去摩擦它 先学会发力 再慢慢的通过力量的控制 把球控制住 那我们看到刚才刘世文的对方 这个多板相持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啊加强了力量 加大的威胁 一旦圣灯灯在弱点方面 无法调动刘世文的话 那么他就会给刘世文这个发力啊 然后这个加速的这个空间和机会 好 我们看到两个选手在前阵板的争夺上 刘世文的方式 好 我们看到两个选手在前阵板的争夺上 还是比较薰的 刘世文的方式 是不是通过激发球时候这种批长 想去压制圣丹丹 有些朋友也是在问 激发球的批长这项技术到底应该怎么练 实际上很多业余选手乒乓球爱好者 由于没有经过系统训练 认为批长的时候要尽量去甩手腕 通过这种爆发力去实现批长的技术 实际上我们一般在练习批长的时候 可以先练习通过手臂的发力 整个大臂摘动前臂 突然向前送的动作去实现批长 因为这样可以很好的起到控制作用 如果过多的使用手腕的爆发力去练习批长的话 那么失误力是非常的高的 我们看到在这一分当中 盛丹丹的相持能力非常的突出 因为他站位比较远 然后护台面积也比较大 那刘世文呢 在这一分的相持过程当中也是过于着急 把球拉漏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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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湾敬 杉湾敬 杉湾敬 阿湾敬 快点 我见刘世伦搬回一分 8比9 还落后一分 这一分是机会 我们也看到刘世伦的战术 发一个半出台球 让盛丹丹先挺多 那么盛丹丹这板球 很难发挥出他的威力 因为半出台球想发力 想控制好弧线难度是很高的 那么刘世伦也是想通过 一圈对方先拉起来 先进攻 那么他可以很好的 在下一段反苏当中提高威胁 第三局盛丹丹是以11比8获胜 暂时以大比分2比1领先 今次市区製提高威 apl惧票 明星展对不仅 cadre 黑暗视视包见 都别给上招购 澀民厂 已经演员在 邂途全部 攻击 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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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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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